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迷早晨节目 昨晚我的IG的PM被人打爆了 因为实在有太多巴友报料 当然那件事就是关于斯朗娜岛 斯朗娜岛不是太开心 亦跟球会说如果有一个好的beat 他也是想离队的 昨晚无论是Simon Stone BBC、Fabizio Romano、ESPN、Sky Sports 全部都有报道这件事 详细的情况是如下的 斯朗娜岛和曼联说 他希望夏天会离开这个球会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报价的话 他最主要是和曼联说 他觉得球会的野心不够大 因为以他现在的情况 他很想在那一季 已经很努力去争取錦标 但曼联的情况也没有变 他们不想卖斯朗娜岛 希望他可以继续留队 斯朗娜岛的经理人 有些决定有些决心和做到一些事情 暂时来说老实 去到7月头 开招了 斯朗娜岛到星期一就会回去开招了 暂时未有任何正式的官宣 马拉西亚都说今天去做体检 但正式还未官宣 相比其他英招球会 其实已经签了很多人 我亦看了Ferbisio Romano的影片 他说了几件事 他要补充的是什么呢 他就说斯朗不是正式提出离队的要求 不过是间接的 也差不多是 他说斯朗真的觉得 签人那方面好像很有问题 他就不会特别说要签谁 但他觉得曼联的总体来说 一个都签不到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我自己想第一件事 如果有些朋友说 都没有欧联踢 斯朗当然要走 说真的 没有欧联踢 就在上个球季完成了 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 如果他因为没有欧联而要走 的话 其实原季就应该可以叫走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看这一点 究竟斯朗现在是苦肉计 还是怎样 我想就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我可以 说真的 回顧一下 斯朗回来曼联上一季 其实他其中一件事 就是看到 曼联的总体拿到第二 他会不会就是最后一块拼图 当然 阿飞sir和他聊天也有些关系 但我自己觉得他最重要的是 他当时相信了苏斯一查 觉得苏斯一查真的有能力 带领球队再上去 但是 我想到了一季之后 大家都看到 斯隆拿到更加看到 究竟他的队友是怎样 苏斯一查带球是怎样 所以 可能他也感觉到 离开这个錦标愈来愈远 但是说真的 他上年个人的表现 亦相当不错 英超射手榜 排第三 当然 很多朋友也说 因为他来了 就令到球队产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说真的 是他们在卡林顿里面才知道 但是表面上来看 斯朗亦尽了他的能力 比我们看到在球场上高 他亦都很紧张球队的成绩 当然他亦都紧张自己的成绩 这个是事实 但是 上季完了 没有欧联 他都没有出声 没有第一时间叫走 根据很多报导 他和阿廷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沟通 但是 仍然 当时来说 在昨天之前 都一直都没有出声 说要离队 但是 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说 斯朗也是因为曼联再上一季拿第二 觉得也有些机会 而有一个人也有同样的想法 那个就是Erik Tank 他来到曼联的访问时 他都这样说 说了几次 但问题就是 斯朗来到之后 发觉原来曼联是这样的 为何搞成这样 这样就发觉有问题 但会不会有重突覆置 这个我反而是最担心 斯朗走不走 我不是最担心 我最担心是Erik Tank 会不会发觉自己都上了财船 这一刻才重要 OK 说回到斯朗 其实大家听听听听 感觉上也有点像 就是什么呢 斯朗离开祖云达斯过一季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季初还有粗练 之后 后来才决定离马联 要离开 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发生 我觉得 如果斯朗真的要决定走 就不如现在决定 就比开了季 操练了 甚至乎踢了正式比赛 踢了正式比赛 才正式走 所以我反而觉得 斯朗现在出声是一件好事 因为希望万联的管理层 不过说真的 这个希望是很难的 不过有坦在这里 希望可以决断一些究竟要 或者不要的 但是斯朗拿到 我觉得他真是一个真的万联球迷 因为其实他做的 或者说的 虽然有些人说他有私心 关于自己 但其实他做的 跟万联球迷想的 差不多 就是说什么 上年踢得不好 但其实他都留下 但是他就很期待 今年一个好的领队 新的领队来到 那当然球会要支持他 支持他就是什么 当然 现在这些球员足够踢 我想大部分的万联球迷 都不认同 斯朗都不认同 所以就去买人 但是买人 就是说真的 都来到现在这一刻 都是买不到什么人 那究竟我们都这么说 你都听我这么说 很多巴友都这么说 很多万联球迷都这么说 喂 当然希望 就来开季 这个星期来 这个星期 不停签几个 但是你看到斯朗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感觉到 是不是真的 除了马拉西亚之外 其他都未必签到呢 比我们感觉很强 因为斯朗 是比我们更认真 知道 更加深入 知道曼联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而他这样出来说 很明显地 我刚才已经说过 如果因为没有 没有拗联 他就要走 他早就走了 但是他不是没有拗联 但是也想希望 有机会增标 但是看到现在的情况 越来越不对路而出声 其实都可以理解 也有些朋友 就说 会不会斯朗 给压力给曼联 要他快点签人 这个当然有可能性 但是呢 当然 作为斯朗 他也不会只是这样想 因为 虽然他其中一个身份 是曼联球迷 他也可能会做这些事情 或是给曼联 一些压力给曼联 但他另外来说 他也是一个足球员 他也很想拿到 錦标 说真的 斯朗想拿到錦标 无论是个人錦标 或者是团队的錦标 都真的不是今天的事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所以 他也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就是 不行啊 你这样搞下去 一个人都买不到 或者都不知道买买到人 究竟怎么办 所以 我自己觉得 这件事 起码可以真的逼使到 曼联的管理层 包括Tank Up 尽快做一个决定 但是 反过来说 究竟斯朗是否真的 可以走到 有走到去哪里 其实这个也是相当 一个大的难题 站在斯朗的难题 大家看看 在英超BIG6里 曼联其中一队 另外 利物浦和曼城 说真的 利物浦已经买了 买了纽尼斯 这个戴湾伦尼斯 其实他也不喜欢前锋 而且 打法上高也不合斯朗 曼城 本来去年也说 现在夏兰特来了 刚刚看到 他在阿根廷买的 新的前锋 也都回到曼城 究竟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和夏兰特竞争 说真的 曼城 也不需要到 斯朗拿道的冷肯定 好了 接着打下去了 车路士刚刚转身班主 听闻是真的有点兴趣的 但是车路士刚刚 上一季 买了劳卡古回来 杜曹 不懂用 不合用 结果失败而回 究竟斯朗拿道 打不到杜曹 杜曹那加球呢 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 真是找了斯朗 又不是真的帮了 这个我不知道 曼联一定会反对 因为车路士绝对 是曼联的竞争对手 在差前四方面 如果斯朗去到 多多少少会帮到他们 所以这个有可能 但是难度也不小 斯朗拿道会不会这样做呢 我也不敢说 老实说 这次来说 他已经回来了 大家记得 上一季 如果他真的选了曼城 不选曼联的话 我是非常不开心 但是他这次已经回来了 也帮我们揭开了 或者他亲眼看到 曼联的一些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次车路士 我就觉得 我会尊重他的 因为他真的回来了 真的实实在在在 做了一年 他发现真的很多东西 他搞不定 他也尽力了 接着是阿仙奴月次 因为钱方面 已经搞不定了 如果英超来说 除了车路士 我觉得有些机会之外 最大机会就是 纽卡素 但是纽卡素 可能真的会做到 但问题就是 资朗拿道 又真的会不会去这儿呢 这个是很大的 他要过到自己的心理关系 也很大 看回欧洲 白日莫尼克 之前出了声说 不会 我跟大家上周分析过 除非利文道夫斯基走 可能真的有些少的机会 但也不似 真的 机会就不大 PSG出了声说 已经没有兴趣 祖宏达斯 想签也没用 签了普巴 好像还没官孙 都变成了 还没有签 我认识 他也未必想回去祖宏达斯 他在祖宏达斯 其实也不是很成功 正所谓 想着初初去祖宏达斯 帮他拿欧联 结果做了什么 大家都看到了 西班牙那两队 王马巴塞 老老实实 巴塞 现在不买敌装 他也登记不了球员 是吧 而且他根本上 连美斯都要走 那怎样何来 找到钱 去签斯朗 给斯朗的人工呢 王马 说真的 刚刚笨斯马帖得这么好 又拿了欧联 他们真的 是否需要斯朗回去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现在全民传到 拿波里也有可能 老实实 拿波里也没有钱 我真的不敢说 但是 跟刚才我所说的纽卡素一样 如果斯朗拿道真的要离开曼联 搞到纽卡素和拿波里 他们都会是他的选择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 就真的不像我认识的斯朗拿道 如果拿波里好像是有欧联 不是好像没有 我不肯定 事但不重要 已经 那变了 我觉得斯朗拿道真的会觉得 是他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是最高的级数 那其实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 摩连浪 亦都开始去选择一些不是顶级的球会 就告诉大家 他都不是那个顶级 亦都接受了这一样 我暂时看不到这一样 因为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他就会选择一些中东那些 没人可以赚钱多 对不对 但他觉得自己还是顶级的 所以我自己暂时的看法就是这样 下星期一 我觉得斯朗一定会回来操练 因为他还未走 他是一个专业的足球员 也肯定会信守他自己的纪律和承诺 所以他这星期一一定会回来操练 但是否代表斯朗纳杜不走呢 就未必了 因为 我觉得斯朗纳杜亦都可能 经过这一件事情 就给一定程度上的压力给马联 真的看他买不买到人 老实实 看这个转股窗 马联买到什么人 是不是买到好的人 去帮到 去做到 现在这一刻去争取禁标呢 我就不是太乐观 因为我们很多马联球迷 包括我 都觉得是要给他时间 要给时间 就是说不是立即得 不是立即得 现在就跟斯朗纳杜和我想法不同 所以 斯朗这件事情 肯定会继续有首尾跟下去 究竟他最终走还是不走呢 现在这一刻 就算连斯朗纳杜亦都给不到答案 所以 很可惜地 我们马联 在接到转会窗关闭这段时间 一定会说斯朗的事情 也一定会令到球队有点分心 这件事我就觉得我不想见到 我不知道斯朗纳杜亦想不想见到 但是 如果坦克真是 或者万里的管理层 令到我们跌眼镜地 现在这一刻 已经决定了斯朗 或者这一星期 已经决定了斯朗的前途 我就觉得是个nice surprise 但我觉得 见到的机会是相当小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即管留言说一下 你怎么看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相当小弟 拜拜 多谢各位相当小弟 多谢各位相当小弟